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保典 今天是10月2号 我相信各位今天的心情跟昨天是截然不同的 昨天的台北股市是让各位看到开个平盘左右就往上涨 然后你看到的是量缩 今天你所看到是一根长黑 然后量比昨天还要多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告诉各位说 这个盘已经完蛋了 为什么完蛋了 来来来 这一根长黑吃掉了 1 2 3 4 5 把这五天涨的全部吃掉 回到了这个六天前 这一根关键长红K的一半的位置 有没有 那我请问各位 我请问各位 为什么 为什么上回今天测标要告诉你说 感谢重挫 我来访问各位一下 这1 2 3 4 5 6 包括这一天 这六天 你敢买股票的举手 我告诉你没有几个人买股票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装轨吓各位 都在喊空喊空 尤其在这一天 10667这一天 也就是这一天 9月12号这一天 我告诉你叫做探底完成积极做多 我还请大家 去看所有所有的名嘴名分析师 包括晚上的57台58台 我说请你去帮我找一下 看有没有第二个人看法跟我一样 直接给你一个肯定明确的答案 叫做探底完成你要积极做多 结果找不到第二个 所以大家都还在怀疑说 这个盘真的会涨吗 9月12号这个地方会涨吗 你还在怀疑啊 结果就这样涨了400点了 涨了400点了 当你看懂要去买的时候 他突然一根长黑 他就突然一根长黑 你又吓到了 但是这样我要告诉各位 你要感谢重挫 为什么 我请问各位 如果说 如果说 大盘是每天慢慢的盘跌 那叫做非常可怕 为什么 因为很多股票会跌好几只停板 你懂我意思吗 那如果说 他一天就跌完了 最坏的情况 就是一根停板 我上回这样比喻 你听得懂吗 来再看一次来 今天的跌停板有几家 上市加上跪就只有一家 上市加上跪只有一家跌停板 我相信 那个跌停板也一定不是你的 上市加上跪就一家跌停板 所以 突然一根长黑 为什么很多人 你也听过一句话 多头的架构叫做还涨及跌 有没有听过 有老师我听过 还涨及跌 你看这六天慢慢的涨 一天就几跌下来 为什么 就是要把一些投资人的信心洗掉 然后把一些做多的人洗掉 然后又一些放空的人 各位 现在还在放空的人 未来就是推升大盘上涨的助力 没错吧 一旦大盘冲上去的时候 这些放空的人要干嘛 一定要回补嘛 可是现在你会看到的是什么 老师啊 都没有人敢玩啊 为什么 因为上回收购量不大嘛 当量不大的时候各位 多头有六大族群在轮番上阵 轮番上阵 有没有 各位哪六大除了这投资人最多的四大族群 被动原件 矽晶圆 MOSFET跟5G概念 这是投资人最多的 对不对 也是套最多投资朋友的 那请问各位 矽晶圆 上回不是举实力做给你看了吗 来找我的 套在100块的中美金 跟着我做这一趟 已经怎么样 各位 跟着我做这一趟 带你进带你出 跟着我做这一趟 已经怎么样 套在100块的中美金也解套了 环球金呢 套在400块的环球金各位 跟着做这一趟 也解套了 所以你懂得低进高出 现在是干嘛 拉回来就让你买的嘛 所以为什么上回说 遍地都是黄金钻石啊 你要下去捡啊 你要会买啊 你不是在那边害怕 尤其今天这个大盘各位 一定一堆空头下 各位 一定空头下你 怎么下你 你看一根肠叶吃掉 一二三四五 本来多头的架构就是如此 那上回反而要问各位 如果一天就跌完了 那请问是不是好事 一天就跌完了啊 接下来它慢慢涨 慢慢涨 慢慢涨 很多股票就涨好几只停板 就好比这档股票 你注意看来 鸿海 来你看景线是不是刚好 昨天我还画给你看 景线 大概就在这里嘛 78嘛 各位 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景线大概就在这个地方嘛 过了景线要不要回撤景线 他就来回撤景线不是很好吗 他要来回撤景线不是很好吗 这就是为什么上回告诉各位 有很多人看盘啊 为什么会被市场的氛围吓到啊 但是如果你很客观的来看它 你就不会害怕 你会发现很棒啊 一天就跌完了 没有什么好跌了 而且今天呢 就是很好的买点啦 就是买股票的时机点啦 你根本不用担心啊 就如同上我讲的中美金 有什么好怕的啊 你赚低进高出 低点带你进高点带你出 现在在这边啊 我说他这个叫第二波的时间波 整理要干嘛 买啊 买啊 那你不是要感谢大盘有重挫 你才能够在这边 大减便宜货吗 当然你一定会打问号啊 老师 因为他还没飙上去啊 你这里买 这里卖 我都公开实战操作绩效 然后我告诉你 我开始买回来了 昨天我开始买回来了 今天跌个几毛你会怕吗 老师今天跌一块是 昨天呢 昨天不是买完就涨了吗 请问各位你有赚这一段的人 有低进有高出 你在这里买 你不会怕 因为这一段涨了33%呢 当时很多人在讲风力发电 我说他涨的比风力发电还多呢 你不要小看他呢 他没有天天涨 你那是这样慢慢涨啊 花六七天啊 我还跟你举着意 有没有 人家来找我的魏先生阿光 套一百块的中美金就是这样 跟着做这一趟 他解套了 现在准备在布局是主身段 未来的飙涨啊 对不对 陈太太呢 环球金 也因为知道上回在做中美金 我说你环球金不要被那些放空老实装鬼吓死你 你会砍在最低点啊 不要傻傻的各位 那个时候在哪里啊 那个时候在哪里啊 杀到284点 我说你不要被吓出场啊 然后呢 带那290来布局 然后到这边360就卖了 最高364 400块的解套了 解套了 资金就活起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上回一样跟你公开实战操作绩效 所以同样的道理 那莫斯菲更不用讲 老师莫斯菲 你早就告诉我们 他已经足底了 所以你也看到一个答案啊 有没有 这早就足底了 拉回来你都不用怕 各位 是不是足底了 拉回来都干嘛 拉回来就是早买点的嘛 你就不用去担心了嘛 好 那我说六大族群 多头有六大族群啊 会轮流表态 哪六大 还有一个光学元件啊 各位 这当初是就各位这四大族群嘛 光学元件还有平概股 昨天平概股不是很强吗 今天呢 休息一下 因为这种成交量就是如此 各位你再看一下 这种成交量 你说老师今天一根长黑 你很害怕对不对 成交量才1058 如果今天成交量是 爆量长黑1500亿 你就要紧张啊 你就要紧张啊 但是今天不是啊 今天这个长黑啊 1058亿 这叫做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啦 你要感谢重挫啦 你可以大减便宜货 标的我都帮你挑好了啦 有没有 我说你错过了 中美金 这一波涨了33八 你错过了 那接下来呢 上回帮你准备了单股金赚 底部要起涨的股票啊 各位 你说老师 今天大盘杀成这样 他有没有涨 有呢 他今天还小涨呢 他今天还要来挑战这一根高点 要不是大盘一路杀一路杀 他今天应该要一根大长红的 这就是为什么上回告诉你 你要赶快来 真的快压不住了 真的快压不住了 等到怎么样 等到他正式啊 再来突破这一根高点 这根K线的高点啊 我就会公布答案 我就会公布答案 所以请会员忍耐一下 我单股一般 单股一般 你的股票 等他来到这一个突破这里 突破这里 我一定会公开给你看 看你买的是不是买在这里 真好 买在这 然后突破这里 我们再来公开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这就是上回要告诉你的 选股可以战胜一切 万般的分析找两个答案 一个叫买点 一个叫卖点 就连大盘的最低点 9月12号10667 全市场也只有上回讲重啊 而且公开告诉你啊 同样的道理 上回现在告诉你 大盘今天这个地方 你要感谢重挫啊 未来你又发觉 老师这个地方真的是相对的低档 又开始这样慢慢的往上走了 你知道选对股票 各位 你的涨幅就是领先大盘啊 对不对 就像你看大盘 这一波从10667弹上来 你知道选对个股 他这一波涨了33% 各位 你如果放大来看 你会吓一跳 而最重要是什么 852我还告诉你 不要再算了 这里带你买 这里带你卖 然后这边 我说他开始走时间波整理 你就发觉到 老师真的呢 你来看大盘 老师大盘 今天一根长黑是跌掉这里 把这里都跌掉 他呢 他是以本来太跌 因为他走时间波整理啊 接下来就往上攻啊 没有意外的话就是往上攻啊 所以你要知道整个架构 包括单股金赚这一档也是啊 他就今天冲上来 剩小涨 可是各位小涨有关系吗 很棒呢 大盘跌到小涨 为什么会有小涨 因为会有一些当冲客嘛 你赚一点点你就会想跑嘛 现在投资人的心理都是这样呢 赚一点点就想要赶快跑 赶快跑啊 所以上回要告诉各位 来 你还有机会买啊 要不是今天大盘中错 你真的没机会买 你真的就没有机会可以买了 你知道吗 要不是今天大盘一路中错哦 他早就一根大长红搞不好飙涨停了 所以你要感谢重错 你明天还可以买 明天这档股票买完就封盘了 我就不让你买了 你就准备收钱就对了 拿布袋来缔钱就好了 我跟你说 明天你再不买就没机会了 这档股票明天就是最后买点 所以各位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什么 来来来来 单股金赚的好处就是这样 上回选股很用心 你获利就很放心 一次一挡 活力集中 就是要让你财富倍增嘛 而且上回选好了啊 而且一样啊 你都可以录影存证 老师 我们猜得到 好了你就算猜得到你会不会买 你敢不敢买 你等到 我公布答案的时候啊 你就会后悔说 老师啊早知道跟你买 好漂亮 好漂亮 那上回告诉你 明天最后买点哦 明天最后买点哦 所以这一档股票 只剩下明天可以布局哦 明天买完就封盘了 我就不会让你买这一档了 那你好好把握单股金赚 188 单股金赚就是好赚 简单做就一档 单股金赚188 请你好好把握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部 同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部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亚洲头部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这一电话 别乐 2578 83777 2578 3777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部 共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部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亚洲头部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这一电话 零二二五七八 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 三七七七 社会住在包袱带馆 满图民众的 租乎愿望 除了有我们 专业服务 还想要所得税 房屋税及 低价税的几名优惠 而且在所得税的部分 约1万内免税 超过1万元的部分 也可以购除60% 作为必要费用 另外 每年还有万人的 租赏保住 还能轻松受足 让你放心有保障 而且啊 还可以帮助 更多需要租屋的人 快上网搜寻 社会住宅 包住带馆 有你最安心 欢迎回到现场 我相信各位今天这个大盘啊 这样重挫啊 很多人都吓死了 老师跌132点啊 有一天就跌掉了 跌掉了这五天涨的 12345 跌回到第六根 长虹K的一半 我说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那你一定会觉得说 老师 可是就是会怕 这叫人性的落铁 老师啊你真的敢买吗 我昨天就跟你预告了 对不对 中美金 这一段低进高出 涨了33% 你都知道 昨天我就告诉你了 可以买回来了 不会因为今天小铁 你害怕吧 难道等到未来狂飙 你才要追哦 我再让你看一档好了 来5G概念 5G概念 我布局了一档 我干脆给你看好了 反正我相信各位 你们也只是验证不敢买的啦 来 10月1号 3491的森达科 请把握市价买进 你先看森达科 10月1号叫今天 叫昨天 你再看今天 今天有没有开低盘让你买 你再来看今天 来各位 你再看今天 我做什么动作 来各位 今天10月2号 3491森达科 把握现在拉回亮缩 请市价买进 11点50分 那个时候拉回亮缩 在盘下 736 对不对 你看收盘 749 看得懂吗 749 736刚好在这附近 你看看这怎么拉的 你再看K线 是不是再创收盘新高啦 有没有 你说老师 这个是不是 来来来来 请看 老师你为什么敢买 我这样比你懂了吧 我为什么敢买 老师今天大盘点132点 你为什么敢买 再放大一次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是景线位置吗 这个地方 中错的时候不是来碰这个吗 不是来碰这个景线位置吗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 是不是会走这个1比1等距离涨幅 所以我说你要感谢中错 你可以大减便宜货 你就不用追高 遍地都是黄金 都是钻石 怎么样 请问各位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11点50分 在这个盘下 你会怎么想 老师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我当然买 重点是时光不能倒流 但是上回每一次 都是公开实战绩效给你看 所以你看到什么答案 果然拉回量说是买点 然后各位你再来浓缩 请问这是不是底部起涨 这是不是底部起涨的股票 是不是 单股金赚的第三班 你今天就是买这一档 你今天就是拉回叫你加码叫你买 所以你就发觉到 上回帮你股票挑好了 你只要听话照做 你就听话照做 你就等着收钱 你不要害怕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各位上回怎么买怎么卖 我都公开给你看 我都公开给你看 更何况大盘每一次的转折 9月12号大盘最低的10667 你真的找不到第二个 然后呢 我操作中美金 我告诉你有细晶元的 你不要被吓出场 当时空头一直吓你 来找我的 你套在400块的环球金已经解套了 那个感觉很轻松你知道吗 你套在100块的中美金 也已经解套了 接下来各位 开始要做主身段 那你或许说老师 那我那个细晶元套在 环球金套500块的呢 这个中美金是套150的呢 那再加上这一趟 你就活化了嘛各位 做一趟没办法让你解套 做两趟做三趟 但是你会发觉到 市场上一些名嘴名师啊 现在是涨什么就讲什么 没错吧 那今天会讲什么 很简单嘛 昨天就一堆人会讲 操纵涨停 双红涨停嘛 今天就是继续讲 这次涨了股票嘛 而当初带你去买 被弄一件矽晶元 MOSFET 5G的 这些名师名嘴都不讲了 前阵子在讲纺织股 在讲钢铁股 在讲锋利发电 对不对 然后最近又开始讲 瓶盖股 涨什么就可以讲什么 那你往往会追高杀地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稍微今天一样 大盘重挫132点 我再公开一档给你看 对不对 我就公开单股金赚 三班的三班的 没错吧 老师真的没错 你今天是不是收到这段抗讯 三四九一声达科 把握现在拉回量说 请试价买进 对不对 时间点对下来就这里 你买完你是不是感觉好棒 收盘大家 说完蛋了 这个盘完蛋了 当你买到的时候 你会发觉老师 真的 他还是很听话 他就很听话 今天大盘重挫132点 那就拉回量说 来碰一下 紧线给你买 你看到这种K线 你一定看得懂 未来一定是这样往上走 你会觉得大盘今天是跌132点吗 你感觉不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上回告诉你 选股可以战胜一切的理由在这里 你如果选到股票 今天大盘跌132点 他还是往上冲 同样的道理 昨天我告诉你这档股票 单股金赚第一班 这档股票今天也小涨 你说老师 本来涨比较多 大盘一直跌 他稍微拉回 你不用怕 拉回都是找买点 拉回就是找买点 等他完全把这个黑K全部收盘价 站上站稳 我再公开 所以我说明天还有最后一次加码的机会 明天还有最后一次加码的机会 买完了就不用再买了 就等他往上供 等他一直供 就等他往上供 供到这边我公开 那供到这里短线就要卖一趟了 不要小看了 这一段又很大段 比中美金的那个33%还要多 还要多 所以为什么上回这种股票 是完全照着规划在走 你说老师 他大盘在大跌 你的股票也没有涨停 没有哪有涨停 各位 今天的涨停板 各位 一样很多人会告诉你涨停板 这些股票 但是有很多股票开盘就涨停 请问你真的买得到吗 各位 这不是开盘就涨停吗 怎么一堆人都在介绍中 一开盘就涨停 一开盘就涨停的 你买得到吗 等到你买到的时候 你赔就要稍微刷一下 你要坚持一下 上回是很务实的 我们一步一脚印 我们慢慢来 上回给你的股票 他不会什么天天涨停 他会涨不停 会涨一个波段 这才是最实在的 让你买得到 卖得出去 然后怎么样 扎扎实实的把钱放口袋 上回今天也很大方 对不对 我相信单股金赚第三班的 第三班的 你今天 抠讯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分享 我相信你也会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今天大盘是跌132点 今天大盘是跌132点 你的股票是这样的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再讲一次 观众朋友 你不用帮我们抬轿 你来买这个 你来买这个 老师 万一明天要直接冲上去的 没关系 我还有第二档 你都是要买在起标点 你不用帮我们任何人抬轿 你只要好好把握 单股金赚188就对了 单股金赚188 单股金赚就是好赚 简单做就一打 也祝各位操盘顺利 明天和时间再会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去计较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中要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引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的话 02578 3777 2578 3777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的电话 02578 3777 2578 3777 三药五步情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天 每天都会有名